习近平首次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来美访问 受到高度关注 不过昨天习近平的专机并没有降落在距离会谈庄园 较近的棕榈圈机场 而是降落在较远的安大略国际机场 带您来回顾昨天美中官员迎接习近平夫妇抵达的情况 习近平主席的专机并没有降落在离欧席会晤地点更近的 Palm Supreme机场 而是降落在了洛杉矶东部的Oltaria国际机场 而且在街机现场 我们一直看到了华文媒体的身影 所有的英文媒体都被挡在了机场大门外 不知道这种安排是中国访团有意降低外界的关注度 还是鉴于安全方面的考量 但与此前第一夫人米雪儿缺席此次庄园会晤的消息联系起来 这种安排很难不引发人们的联想 这种行程安排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桥借人士均没有出现在机场的欢迎队列中 抗议人士也没有出现 在机场周围的道路上 只看到十数位的南加州留学生队伍 但他们都表示自己是自发而来 大概在洛杉矶时间的6点30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 终于抵达了Oltaria国际机场 并展开了他两天的南加行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Oltaria国际机场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刚刚抵达这里 那包括美国加州州长布朗以及洛杉矶市长维亚来格沙 还有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以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邱绍芳等美中官员 均来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的到来 而在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 习近平主席将搭乘专车前往所下榻的酒店 在明后两天 他将在安内伯庄园与欧巴马总统进行两天的庄园会晤 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经过了短暂的准备工作之后 习近平主席专机的舱门被打开 习近平与夫人彭里源向欢迎人群挥手之意 并一起走下旋梯 与前来迎接的官员一一握手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与布朗州长及维亚莱格商市长 都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 现在相当熟悉与热络 这是我跟他四次见证 两位在中国 一位在联益 当我在联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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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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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随后习近平主席夫妇便搭乘专车 前往下塔地点 前来迎接的洛市市长维亚莱格沙 以及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 希望此次的美中高峰会 可以进一步推动两个大国间的关系发展 CNekosump Ooh 2两种拼却联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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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ateriggling 我认为这是他们签证的 中国-U.S. 中美关系历来是个复杂的关系 它会不断地遇到挑战和问题 但两国的共同力也在不断地增长 只要我们立足于这共同力 确实走一条合作共赢的道路 我想是可以实现双赢的结果 这是《落成18》的记者宋晓云 陈晨 在Otaria国际机场的采访报道